就是说就是老给我东西的一个人 说我挖苦人 我不是挖 我不是挖苦人 说东西不要你给扔了 没必要挖苦人 我是就是我老 现在咱们不提倡了 就五四精神 五四之前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北大开始的 不是说我我北大毕业的 我就老把北大说的特高 北大比清华高 为什么 对 首先这德先生是不存储 我在从说第二遍 我就我就我就没激情了 就是我你来之前哈 我就特冷啊 我就大头大烂临头似的 那个那个 尽管我认为 我把一个东西交给布莱德里得利了 但是我仍然仍然说 万一不给我汽油呢 所以我就在那 然后我就 我就是特早以前 就是我跟王春华蜜月 我带他去那个 我带他去阿联酋还是阿卜达比 我忘了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海湾口上 谁都不认识 他们王室邀请的 就是公务仓 但是没有直飞那个国的 可能是 不是杜拜 可能是欧曼 阿曼 阿曼 是跑到泰国转机 飞 飞 飞那个 马斯 是叫马斯科特吗 马斯科特好吧 阿曼首都事 然后就 就是到那之后 谁也不认识 我那阿文呢 也那么不足够 对不对 王春华就绝望 就说你弄的都什么事 我说王室能给咱们来买公务仓 就不可能把咱们扔着 是吧 然后我就 我就想 我就认为 一个人活在时间跟空间里 我从北京飞到泰国 带着我娘们 然后到了 到了这个海湾 他不可能 机票都不是我掏钱买的 有人给我买的机票 不可能把我扔着 过一会儿 王爷来了 开着个那个 大图乐之类什么 我就不记得那具体事 我就 但那时候我就认为 如果你身体状况特不佳 就是时间空间对你不利 这会儿你什么也别动 你睡觉 你熬着 就跟刚才你 你去搬那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戴上口罩 戴上墨镜 戴上耳机 忍着 熬过这时辰 熬过这最黑暗的时刻 像伟大领袖当年也是 是吧 比如那个 他在瑞金当主席的时候 他就忍着 你这会儿乱蹦的时候 反复不好 然后呢 前两天就说到衣服 就这两件衣服 现在也 这衣服呢 我穿了 而且我也洗了 这两件 一件是纯棉的 就这件是 这件是纯棉的 我现在就不去论述这衣服了 这是纯棉的 这件呢 是蒙代尔的 蒙代尔的 叫蒙代尔的 那天就收起这个衣服 衣服呢 那个 史飞飞的婆娘 就送给过我这个衣服 然后他就说 用这个去做 32度 32度 然后我就 因为我指 我指挥那个谁 指挥那个 那个 王高 王高 也跟我说 32度 他就没听明白 他认为32度 就这衣服 是32度 洗水洗的 不是 这是一种特出的衣服 但当时这衣服是什么 我并不知道 然后我就 什么一通 然后那个 有人就不高兴了 说 说你 你不能挖苦人 不是挖苦人 就是民主科学 就是民主科学 我认为这个民主科学是中国 近百年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顶点 就是民主科学 然后呢 我认为中国 五千年历史有两段时间 我最喜欢 如果能活在这个 是这个时间空间里边 就没白活 一个是春秋战国 就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一个就是五四运动新文化 中国的新文化 真正开始 是五四和五四之前 要说到新文化 清华都数不上 只能是北大 为什么只能是北大呢 清华都是什么 格物置之啊 什么物实啊 是吧 就像黄鹤 咱俩都认识黄鹤 像黄鹤那样的是 你让他那编一程序 弄得好着呢 是吧 但是他的思想是 没有文化基础的 当时我说 我说黄鹤 你在四川 本科考上清 是吧 一直考试 考试考试 眼睛都得眼睛皮似的了 嗯 还包括旅职 西北 西北那个叫什么 兰州 西北师范学院 啊 考到北京 北大本科 北大硕士 北大博士 以后北大博士之后 才去美国读博士后 这是旅职 黄鹤 清华本科 清华硕士 清华博士 然后再到宾夕法尼亚 去读梁徽因专业 我们不是 老邓 我北京土生土长的 我整天翻墙爬树 我都在公王府里边 是吧 北京所有的博物馆 我不是去一回两回 啊 当然 我考试 考不过第一个女朋友 吕植 是吧 考不过最后一个女朋友 黄鹤 嗯 但是我对中国的文化的了解 我土生土长的是吧 我老说一个人就是 呃 五分的人就第一看他的出生 说你就看不起什么人 你出生在拉萨 出生在喇嘛沟门 跟出生在纽约巴黎 那当然不一样了 跟我紧说的城市 跟某人说你要是毛主席儿子 是吧 还是刘少奇儿子 还是随便哪个傻逼儿子 那这一辈子你都翻不了身 嗯 再就说到北大 就是 为什么北大好 是吧 毛主席的孩子 李诺 李 就是他们老念李娜 其实李诺 锦于言 儿 叫什么 锦于协 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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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少说话 对啊 就跟我给我儿子 取名亚述是一个意思 有伟大领袖的觉悟啊 李诺 李诺 北大的是吧 然后 不说伟大领袖了 林副主席 林副主席就俩孩子 林豆豆 北大的是吧 儿子老虎林立国北大的 总设计师 普方 智方 邓南 全是北大的 是吧 为什么他们不让他们去上情华呢 这是杨小平 杨勇 说你上哈军宫去吧 那个 那个 那 那许 那许言斌他爸叫什么 这许光达 哈军宫去吧 你们家的耗子顶到头就哈军宫 伟大领袖 总设计师 他们家人就是上北大啊 为什么呢 我还有我的理论 就是清华 好 上清华就是为了出国呢 啊 跟世界接轨 但世界接轨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不是中国政治的情语表 只有北大事 北大事 我还有一个其他的理论 我们现在说的北大不是北大 是燕京 真正的老北大 我爷爷上的京师大学堂的北大 是在景山东门的 景山东门的那个公主府 那原来是公主府 由公主府 南边是故宫 西边是景山 再往南边走一段是天安门 那是北大 再往以后 闹五次运动的红楼的北大 红楼的北大在沙滩 是吧 往南走 走十分钟就到天安门了 北大三院 现在叫民政部 北大三院呢 就是这个张忠行上的那个 然后是那个张忠行上的 然后你看那门响了一声 我就脑子就分心 就马上 所以那个 刚才你说你写作 是吧 你媳妇稍微一点动静 就让你的灵感就马上就 马上就没了 你要一说 所以这玩意就是 老外叫pay attention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这经历是一点不能 陈独秀 陈独秀是北大三院那地儿 当时新青年杂志 你现在去看 就是新青年杂志 在齐和楼复产医院这边 你没穿过胡同 如果你拿一 那滑翔机 中南海边上不许是滑翔机 你拿一个无人遥控的 你你往天上一看 陈独秀他们家的前门 就是民政部 现在的民政部 陈独秀的后边 等于是民政部 北大三院的这一角 他跨过这小门 就进了北大三院了 他一回来 就回到陈独秀他们家了 他在他们家 办的新青年 办新青年 那时候北大 就我爷的时候都说 京师大学堂的时候 由于他在城市的中心 离着天门进 离着前门八大胡同进 那时候也不一定是嫖娼 是吧 写辱论或什么 就是跟漂亮女青年 聪明的女青年 琴棋书画的女青年 然后像扬州 你们南京 那个秦怀河 眼兽马的那种 一定是漂亮 聪明 那然后能够让男人 集中精力 处理军国大事的那样的人 不能像慈禧似的那种 然后就一定是跟那在一起 反正正 那时候陈独秀 被北大给开了 北大开了 新青年就搬到南方去了 这时候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列宁 只在彼得戈勒 和莫斯科取得了政权 其他这都管不了 列宁 学巴黎公社 外交部长不叫外交部长 叫人民委员 外交部长叫外交人民委员 国防部长叫国防人民委员 什么之类 然后就建立缓冲的共和国 就是远东共和国和伊尔库斯科局 伊尔库斯科局就是1919年 三月成立的共产国际的远东局 伊尔库斯科局 我刚才你来之前 我一直在听小说 然后他们老问 你听那广播是在哪下载的 什么程序 哪要程序 这玩意都得独家来源 张国焘回忆录 张国焘是什么人 北大学生会主席 闹五四运动的时候 跟他一起 什么弄赵家楼了 许德恒 北大学生会主席 张国焘 北大学生会主席 还有一起的彭树枝 什么那个 罗张龙 罗张龙有两种说法 一个说是北大德语系的 一个说是北大哲学系的 陈公伯 大汉奸 北大哲学系学生 16级的学生 16级的学生 17级的学生 张国焘是北大18级的 是工学院化学系的学生 都是北大学生 说为什么这些学生 都是五四运动 都是头呢 北大 那会北大不在燕京大学 不在卫明湖 不在中关村 北大就在天安门边上 就刚才我说的 北大一院在景山 北大二院在沙滩 北大三院在民政部 出门就是天安门 所以北大的时间空间 离着天安门工厂最近 所以任何一看打琴的 全是北大学生 而且北大学生 他是原来是最高学府 从那个精神学堂市学馆 精神大学堂这么来的 就是替这国家培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你想北大图书馆的图书馆理员 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时候是苏联伊尔库斯克局 就是林彪上飞机 问伊尔库斯克有多远 我们好多人都说什么 像比如是刘伯承啊 什么就那些元帅 包括许光达都是苏联留学的 说苏联留学 好多都是蒙古留学 或者比蒙古出奇一点 都在远走望 比如蒙古 我这比例 我们现在翻译叫乌兰巴托 乌兰是红色 蒙古语红色 巴托是蒙古语巴特 王立军不是蒙古语就叫巴特 是英雄 巴图 英达他儿子叫巴图 也是乌兰巴特 乌兰巴托就是乌兰巴图 意思就是红军之城 红色英雄之城 好多人都这留学的 就是蒙古留学 我们老说苏修陈兵百万 陈兵百万没陈在苏联 百万都在蒙古呢 蒙古就是苏联建的 第一个远东建立的 最后能成为国的 他的小蒙国 你去蒙古 我那个 就是林彪 哲己 沉沙四十年的时候 我去的蒙古 我们老说 那年是2021年 我们老说百年 建党百年 蒙古都是建国百年 蒙古是21年建的国 蒙古是苏联建 那时候那个 伊尔库斯各局 伊尔库斯各局的那个头 我记不住名字 名字 他叫什么 他叫什么马斯基 我就查不出来这个名 我在百度上查不出来这个名 他呢 这个人呢 是1905年 列宁的哥们 列宁派他当的驻伊朗大使 所以那时候加勒汉宣言第一 就对远东国家说 沙子侵占你们土地都不要了 这是第一次 他就是从伊朗大使调到伊尔库斯各局 当伊尔库斯各局的一把 他下边有一个助手 专门管中国的 就是维金斯基 维金斯基 到了中国 到哪呢 就是到了北大 北大不是那个 现在那个燕京大学 不是那个中文村那北大 直接就到了红楼这北大 到了红楼北大 问一白鹅 因为北大那时候有鹅语系 北大鹅语系 因为北 是最北方的重要的综合大学 所以鹅语系是很有名的 就刚才您说那 曹敬华 曹敬华什么都是北大鹅语系的 一直到现在北大鹅语系 你进进新的北大 这个有一楼叫俄文楼 专门是俄文楼 就说明俄文在这北大里边的重要 张欣是北大鹅语系最后一届 派到苏联去留学的 再往以后就没苏联了 就改了俄罗斯了 他是官派的 那官派呢 他背叛了苏联 他跑加拿大去了 成为加拿大公民 成为美帝了 这些就不说 到了 到了 韦金斯基跟着他的秘书 叫杨明斋 到了北大鹅去找一白鹅 我笔记上有那人 我就不查那人名叫什么 就问 就说 哪能闹共产党 说你到图书馆找李大钊 李大钊平常呢 毛主席语言也不行 另外毛主席那会儿还 毛主席是后来 是那个社会大学毕业的 那会儿 等于叫海走 海淀走读大学 所以他就 而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 五次运动的学生领导 那李大钊自然喜欢他 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是两间 李大钊平常在里边 张国焘就在外边 迎来送往 接客什么之类 你想北大学生会主席 那有多大的气魄呀 我们知道后来的北大学生会主席都是了不得的人 比如胡 胡启立 那都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啊 那 所以他就 李大钊就特别的辅导这个张国焘 啊 后来这个杨明斋就说得找李大钊 李大钊说找我还不行 我是图书馆馆长 是吧 另外 这点牛逼的就扮疯子式的人物 陈独秀 但陈独秀啊 涉及女青年什么之类啊 封建服服朽的啊 反民主科学的说他表唱 反正把他给弄走了 他北京待不了了 现在在上海 嗯 上上海 然后这个围巾司机跟杨明斋 去找陈独秀 嗯 这时候北京的那个 呃 段祺瑞 上台啊 啊 那个直晚战争 呃 李大钊说 哎 这边人不安全 张国焘 你也往南边跑吧 张国焘去到上海 啊 然后他们去 呃 张国焘 不但见过列宁 张国焘还见 还见过孙中山 孙中山还喜欢他 啊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呃 我就我就不说这些事了 所有这些事 为什么发明 就是这个 时间跟空间的重要 啊 因为咱们老了 老了要想一个朋友 跟另外一个朋友 能说到一起去 时间跟空间很重要 你说我能跟你说到一起 你住永定路 我住这 咱俩不用换车 即使坐公共汽车 坐这四路 你到我这得一个半小时 是吧 再快了 我们在一个空间里 就得时间换空间 啊 土地换和平 啊 然后呢 即使在一个屋里边 我说这你媳妇也不会急 哈 你媳妇跟你在一个空间里 但她是女军医 你想的这些 啊 风云聚会 武洲正弹 风雷击的事 他不能跟不可能跟你同步 是吧 他跟你同步 是你们俩生儿子 能同步 是吧 对 就我跟我儿子妈 是我们俩同步 能生出儿子来 能高潮 能嗨 能生出聪明的儿子来 但是我想这些事 她不跟我在一空间吗 她也不跟我在一个时间 更不跟我在一个频道 我那天就说这衣服就是 那个女孩呢就说 说你是挖苦人 我不是挖苦人 就是一旦这民主科学 进入你的脑子之后 任何事 你都用科学的 科学的眼光 跟科学思维 去处理这件事 比如说到那个衣服 那个 那个32度的衣服 那个衣服 首先我拿来呢 我就跟这个王高雄就说 王高雄还是整天弄这个的呢 我嘲笑王高雄 其实王高雄人家不是 你看我拍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我后边有一里阳光 我就要把这拿到阳光这儿来拍 阳光这儿拍 因为我是一辈子摄影师 我这小破屋虽然这样 但我就知道这个阳光 比如这个衣服 这两件衣服 昨天我就比 一件是纯棉的 从材料上讲吧 一是纯棉的 一是蒙代尔的 什么是蒙代尔 蒙代尔是奥地利人 发明的一种材料 这种材料呢 是从山猫菊 把山猫菊 山猫菊是一种 咱们老知道 那个防空导弹山猫菊 就是那个字 那个防空导弹 那个山猫菊 把它的整个的纤维打烂了 打烂了以后 纺成线 再用那线织成的布 这种东西叫蒙代尔 蒙代尔东西很细 棉花的丝 棉花这一根纤维 比棉花更细的是丝绸 这蒙代尔比丝绸还细 由于它还细 就便于打印 你看我这里 我就今天不说这打印 它可以打印在身上 印刷在身上 不像我以前张瑞印的 是一个大瓶片 比如说这和平鸭印的 就一片这都硬的 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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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投汗 这个没事 哎 这不是喷嚼的 它直接印到每根纤维上 叫三位 三D印刷 这种三D印刷就很先进了 王高佑呢 他到处收集 我老说他收集破烂 他把各种东西都收集来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 嗯 我看了这衣服 我那个女孩就跟我说 在美国的Costco 12美元卖三件 我就 我这 我就等于前方打仗子 我就说傻逼 什么 就把人给得罪了 但是 我说的没错 嗯 然后我就把这两件衣服 我这解脱 解剖了 然后我请教我儿子 我儿子呢 就懂 首先第一 材料不一样 蒙代尔是什么衣服呢 就刚才那个女孩说 这衣服就特好 这叫打底内衣 或者叫谢衣 嗯 谢就是尾 它不是穿外边的 嗯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衣服 往上印文化衫 它不行的 它是紧箍在身上的 一般男人不穿 或者特有 特有块 那个叫无精 就无精显块穿的那个东西 或者还哪儿人家穿这衣服多呀 鸭子 我印衣和平鸭 我真是鸭子了 是吧 鸭子服 是吧 就练着肌肉 没事给那些 给你开心 上海给那个那些什么俱乐部 苏比舔淡的那些 那些鸭子穿的这东西 这没有做文化衫的 这第一 是它的材料 这材料不能做文化衫 为什么 它是蒙代尔材料 是叫泻衣 或者叫衬裙 紧贴着身上的 哪个东西 没有 穿成这 主意是 你穿这么一个东西 说上街了 人说这人 就比我穿冰号服上街 还丢人现眼 是吧 你不能 这是第一 从财政上讲 第二 但是从版型上讲 它不是文化衫 这个东西呢 蒙代尔是挺不起来的 所以它必须有肌肉 或者有苏胸 反正都是 咱们说就是 都是跟色情有关的 那可以 或者你家里边 你爱怎么穿怎么穿 没有说把这个 往这上印文化的 第一材料 第二是版型 版型 我儿子他不是学设计的吗 而且他那学校里边的 他不是这专业 那专业是 美国第一的服装设计 他就说尺寸 版型尺寸不一样 他就给我画了张图 那图呢 有一张略图 我开始看了 我还不懂 我说这孩子 他妈长大了 都是他妈白养 爹跟你说话呢 你训爹一通 你看这我儿子 就 我儿子就给我画一图 这叫文化衫 绣长23厘米以上 尖宽52厘米以上 胸围114以上 身长 就是由这到这73厘米 我儿子只说两句话 材料不一样 版型不一样 我当时我就开始我就信了 我就 就这叫什么 这叫科学 然后呢 立刻看见人不对 就就 哪怕骂傻逼 当然不该说脏话了 但是骂傻逼 就跟彭德怀骂 操你妈 是吧 跟蒋介石 娘气比 跟伟大领袖骂 卧槽 跟那种主义是一样的 他在表达 他的 就是文学表达 总比看人家错了 哎呦 大家都别说 科学的语言也是赤裸裸的 对 所以我跟你这什么 我跟你这什么 发怒 就是我跟你这么说 就是你是咱们俩在一个时间空间 而且在一个频率 在一个振幅 就是调频调幅 反正咱们弄在一起 跟这个 我跟王高雄也是 他们说你老骂王高雄 我说 我跟那天王高雄 我们俩说到帽子就说 我说你可能是造帽子的 专家 但是你没我见过 我过的帽子多 他那天来我这 我就包括你给我 你造的那诺曼底帽子 还有其他帽子 我给他一笔 他拿走两顶美国帽子 回去之后 他那边收破烂 收了所有的帽子 现在 他一个他都看不上了 首先什么 就连帽子里边的帽檐 他把那帽子 我那帽子已经破了 他拆开 帽檐那材料 我们就没有 我们那就 那叫 昨天我就不拿那些 帽子你都见过那些帽子 材料就不行 第一材料不行 第二版式不行 就我儿子说的材料版式 第三做工不行 偷工减料 嗯 所以就 就是你来这之前 我就一肚子斜活 完全活在那个张国焘 那个时代 就是你想 然后我就想 连伟大的党都是北大 北大建立的 是吧 而且我这么说 北大怎么好 北大怎么好 我就是一北大一破本科毕业 你是南京大学博士呢 你从来 我说这时候 你不会说 你又挤得我呢 又挖过我们 我们南京大学 有什么不好啊 是吧 我不是说什么不好 什么叫科学呢 科学就是分类 是吧 比如你看 现在我们叫外科内科 是吧 内科在分 肾科 还是什么什么 什么妇科 什么什么 就是分门别列的 比较研究 然后然后现在都变成 说什么 大家都是圆滑 彼此说好话 不忘义 说人家好好 大家都说好 回家都说 别他妈听这个啊 但在表面上都说好 那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时间什么 就是生命 那就浪费生命 我就是老是那个不合群嘛 被双开 为什么被双开 就是你说的话 领导不喜欢 那如果领导要是对的也好 是吧 我们外事局局长抓起来了 韩国特务 那时候我就公开说 我说你他妈要当特务 也当一美帝特务 至少当一以色列特务 当一韩国特务 是吧 你往事都能查出这个东西来 我在中东总分社 我被双开 我中东总分社社长 双规 十年徒刑 减刑 五年徒刑 那我 那说 那你不是现在给你退休金吗 是啊 他妈影响我平支撑了 明显影响我的事业发展了 一个人只能活一辈子 我这么好的记者 是吧 三十岁 四十岁 三十多岁 给我双开了 这 所以这一生啊 就是 所以我现在就是狗鸡跳墙似的说话 说话 对 而且呢 你呢 就是 我说话没有过分的吧 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我跟你说话呢 就是类似巴顿跟那个 布莱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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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那争论 你负责打造 我负责找汽油 对 给你四百岁的汽油 你能打个柏林剑 对 比如一说到汽油 你都说 你一说到英美 你马上说加轮 加轮 哎呀 我一想到那个 对 那个刚才 那我说那个人 那个哥们后来是加轮驻中国代表团的 就是那个伊尔库茨各局那个 嗯 我我一会儿我把那张国焘回忆录 我发给你一个 好 呃 特长就是 他真是好 另外张国焘那媳妇也不错 就是他五次运动当学生领袖的时候 哎 叫杨 杨子烈 一辈子给他当媳妇 给他生了四个儿子 然后把他的回忆录之后整理出来 这出的这本书 最后跟他谈话 让他别走 他还是坚持 是给媳妇嘛 就要跟他走 对 他媳妇是蔡和森 是谁 谁引上革命道路的呢 对 就是下鸡随狗鸡随鸡随狗 我就看我们家国焘好 对 而且他是不是 他也是老党员 是老党员 是老党员 就是五次运动的时候 是北师大的学生领袖 北师大的学生领袖 嫁给北大的学生领袖了 就跟那谁是 那谁也是 叶群也是 叶神 北师大 后来嫁林彪了 还有那个 那个彭德怀的媳妇 安 叫 普安修 普安修 也是北师大的 我老说北师大三个女的 三个好女的 不叫三个 还有一个是那个谁 打字的那个 那将军 那个佐权 佐权他媳妇 佐权的媳妇 刘志兰 刘志兰 除了之外 还有就 那就不是嫁给将军了 就是我昨天 我发的那集 就是府人大学 现在叫北师大 怎么先把这俩牌子都摘下了 拿大水链子锁去了 就是公王府边上那个 王光美 王妇人的 王光美也是妇人的 王光美是那个 我的那个堂兄 二秃子他爸的同班同学 是府人大学物理系的 武理系的 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二秃子他有一本 那个府人的那个同学录 一个班的 跟唐真记是一个班的 我就是刚才说的特好 但是我这机器没没录 这个录上了 我今天就有一些 那个 王光有这个机器 这个刮胡子 这我给老邓了 老邓不要这么多刀片 老邓只要两个刀片 那些刀片我就都贪污了 你把那高级的那个 木头盒来了 我再给老邓啊 我就不出 我就不愿意穿半天 真好 真好 好久不见 真好 对 上午 昨天去的老邓他们家 不去 找奶奶去吧 行 叔叔得坐公共汽车 坐公共汽车 对 走了 好 不出去 不出去 说 再见 说 今天早上我带他走 一个两个警察拉着 拉着一只黑背 他过去把那黑背给打跑了 我没带这摄像机 警察不说话 那警察那狗都怕他 走了 真乖 开开 真乖 哎 我想要给他一什么东西 来着 我想要给他一什么东西 来着 想不起来了 我想给老邓一什么东西 来着 想不起来了